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之前有做过那个一个跳槽市场 对对对对 然后把我的东西然后拿去买 然后最后把收到的 把收益然后捐给了 捐了出去 对 这种 自己在做慈善方面没有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心得啊 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会比较有实际 有作用吗 我觉得慈善 看心意吧 不是说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或者是要有一个大的什么什么什么样 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别人它就算是一种慈善 最近啊 最近在准备自己的个人的专辑然后还在拍戏 那其实两边交叉也算是挺好的吗 对 大家应该在 大家应该一直在里面 对对对 新专辑因为之前也是一边忙别的事情 然后一边在准备这个事情 所以说周期拖的比较长一些 现在基本上在 呃 后半段在 对对对对 在因为又进组了嘛 所以说就要来回的准备这些东西 所以说还蛮 来回跑 那你觉得现在 呃 呃 做专辑和拍戏两边 就是哪一边会让你觉得就更累一些 或者更困难一些 一起做比较累 对 都还好 因为呃 不一样的嘛 唱歌做专辑的东西又是一种 享受一种快乐 然后拍戏又是另一种体验 对 新专辑是什么样的风格 还不能说送倩的风格吧 送倩的风格 那你现在是全线保密的 对 也不是保密啦 就是呃 很多都是我自己参与的 对 然后都是我自己选的歌 然后也在一些别的方面 也是我参与了我的意 加入我的意见 我的想法 所以说希望就是因为歌手出道这么多年嘛 希望能够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送倩的这种音乐方面的一个东西 那像歌手的话 歌手方面的话 自己参与的比较多 戏剧方面 你会主动自己去 控制这个 去困难各种支持 啊 不好意思 就是呃 拍戏方面 你会自己去 你挑自己去参与 去在前期的这个 你挑选工作是 挑选工作肯定是 对 跟 会跟呃 其他工作人员 会一起商讨 但是我首先要看我喜不喜欢这个 呃 剧本的人物 还有他的故事 对 然后再去看其他的方面 因为我首先要吸引我嘛 我自己喜欢我 我才会演起来 才会更 更 更有激情 嗯 没有特定的 没有特定的 对 我一直在找呃 更不一样 或者是更 更适合我的 或者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对对对 嗯 因为说这个人物性格的某些部分 是之前跟之前的 是不一样的 你的那个 我的 我们来了 对不对在多吗 怎么样 你自己的整个录制下来 觉得蛮好的呀 说 嗯 一开始是觉得 就是怕会 嗯 就会尴尬啊 就是人很多 但是又是 都是不认识的人 对对对 但是去以后 我就觉得 呃 还好还好 还好我来了 对对对 然后认识了一群 特别特别 痴心的朋友 嗯 你在里面算是 担当了一个 什么样的女子 担当吗 没有想过 就是我吧 就是宋茜吧 嗯 就是呃 有的人会在里面 可能就是 活跃气氛的那种 嗯 照顾别人啊 活跃气氛的 还是 什么都有一点吧 哈哈哈哈 什么都有一些吧 对对对 因为嗯 这是真人性嘛 没有说一定要设定 给自己一个角色 或者是一定要设定 一个担当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觉得就是 我们录的时候 大家我觉得跟生活中的 自己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